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来少年安利战小程序吧 本期少年安利战主题 少年的颜值大作战 高强度的训练与比赛 对少年的身体和身材 都是更为严苛的双重考验 他们能否接触铁巢的挑战任务呢 首先邀请少年们进入少年互动区 少年安利战 比较熟了 在这里我们将进行少年大拷问 还有机会获得可以敷的维生素 安利亚兹维生素 仙草面膜 少年们 接招 四人中谁最钢铁直男 我 走夜哥 看到没有 谁皮肤最好 谁最擅长护肤 你去看 走夜 走夜 都行 我每天一张面膜 说出一件在敷面膜时发生的搞笑或者尴尬的事 秦珠强 他经常敷的面膜就是睡到第二天早上 我也说一个 我也说一个 段序宇 他敷的面膜 早上的时候已经干成跟薯片一样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反正我看起来觉得 挺好的 用一种水果 形容第一眼看到对方的感觉 你有点蜜蜗糖那味 猴子什么 就比较奇异果 你懂吗 哇 那小杰皮肤就 这么像苹果 光滑 对 肌肤就比较饱满 满满的维生素 我不爱吃苹果 我只是爱敷维生素而已 可以 请对你身边任意一个人 吹一段彩虹屁 昨夜哥他就是人特别的好 长得又很好看 全能AP 就挑不出毛病 让我真的挑不出毛病 唯一的毛病就是 真的挑不出来 其实 不是他盯着我的发际线 他跟我说挑不出来毛病 老侃真的是天生爱的 真的 对真心实感的天生爱的 我知道 怎样 超文 哪个老弟 超文的脸真的是 长出了我心目当中男主角的脸 他落泪的那一刹那 我感觉到女主在为他心碎 你看他现在掏耳朵 掏耳朵 但是他依然是一个非常 非常优美的一个动作 我第一次见他 我觉得这小孩真的是前途不可限量 不对 你就应该这样说 这掏耳朵都掏出了Balance的质感 对吧 Balance这边再掏一下 突然一下你这个长屁 Level就上升了 如果有一个文件夹叫千万不要点进来 你觉得里面是什么 我觉得我肯定会点进去 我觉得是那种病毒文件 真的有过 一点进去然后就木码就一直弹弹弹弹弹弹弹 点开后发现是你自己的撒娇卖萌视频 你会怎样 我会电脑 我也会 电脑做错了什么 请模仿一下你自己的粉丝 我粉丝看到我哭了 我咋模仿 兄弟姐 挺严格的 嗯 挺卑微的 我也是这样 心拿眼镶金 啊小丑宝贝 小丑宝贝 哈哈哈哈 养臭味 八卑大字 啊对对对 周西的话语 你们觉得谁舞台表现最好 我觉得批地最好 对因为他基本功能 他爱扎实了他 对而且他又有创业他的舞台 他心法能 就好比我们副面膜 基础保湿之外 还需要更好的功效加持 像雅兹维生素鲜炒面膜 他有青年润金钗石斧 作为仙草补水基地 保湿长达八小时 不仅如此哦 他还有维生素和植物营养素的功效加持 护肤表现 当然超级的赞 喜提四小只精致棒 铁巢送给你们 安利雅兹维生素鲜草面膜 给你们的肌肤注入满满维生素 好的元气敷出来 什么了什么了 拿过来了拿过来了来 我要最下面的细色 维西葡萄紫面膜提亮肤色 这是最新款啊 很符合下的颜色 现在请进入少年挑战区 在这里你们将正式开启颜值大作战 摩拳擦掌准备好你们的作战计划吧 你们需要进行的挑战是面部识别 获胜组少年可赢得全部物品 Holiday少年 面部识别挑战规则 少年们将分成两对进行挑战 在三分钟之内闭眼进行面部改制 猜对物品最多的一对获胜 那咱还一組吧 对 颜值组 我们的成都牌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我想问一下是君子游戏对吗 是的 那如果我是个小人我可以睁眼吗 对 往下 再往下一点点 OK 你绝对知道他的 手指 Yes 往前走 再往上 再往上 哎呦 好多毛啊 往左边 再往下 往下 展放 Yeah 不是 袜子啊 好臭啊 好 最后一个往右边右边 再西凯脸右边 你好 你喜欢手套吗 看着他我不知道是啥 你去过东北吗 肯定呢 你去过东北吗 去过东北吗 哦哦哦 抽草 抽草 抽草巾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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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明面对你的前方 蹲下去蹲到你胸的位置 对对对往前往前往前 OK 来用脸感受这个是什么 普隆果吗 摩擦摩擦 在这光滑的地上摩擦 好